大家好 歡迎來到中午選股王的時間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時況 中港股市今早早都是捱股 港股的跌勢都相當全面 看看恆子 恆子今早低開了超過200點後 早市來說最多跌過650點 落過去19,58點附近 之後在低位稍為有反彈 半天收益在19,619點下跌了545點 跌幅接近3% 大市本的成交都轉旺 有676億 恆子走勢上有機會下市5月的低位 大約19,200點或者19,000點的關後位 看看大市 今早早上是一個重災區 恆生科技指數今早跌了接近4% 小米快手也跌了6% 事實上其他的增長股 例如新科股、陽明新聞、光復協音、電動車的小鵬 今早早都跌了超過半成 另外捱股的內房股和物股股 今早早是繼續向下市低位 畢國原服務今早早跌了8% 航運股今早早的股限相對較沉重 內需股或消費股稍為有抗跌力 如華潤啤、李寧、九無九 今早早跌幅少於2% 另外電訊、公用股相對是靠穩的 中移動跌了大約1.6% 另外中電跌幅少於1% 其實今早早或近期來說 很多股份都向下破底 所以大家要小心 短時間來說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燕礦1171 由於內地為了保障 迎風倒下的用電 估計電力的需求仍然會比較龐大 而煤炭股的價格相信都會受到支持 燕礦7月初的時間 都在低位曾經出現強勁的反彈 直到升到20元的阻力 看到受了煤落 短時間來說 有機會落到20天線 大約23元附近應該會有些承接 大家可以少住吸納 但是煤炭股的波幅相當大 記住要嚴守指示位 指示位可以放近一點 低收22.5元 大家可以考慮先行離場 今天跟大家看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